歡迎來到我們的美食簡報節目 今天我們為大家帶來了幾則令人興奮的新聞 首先 如果你是一個知識牛排三明治的愛好者 那麼費城絕對是你的天堂 Jane Tappen分享了他在費城品嘗這道 標誌性美食的頂級地點 包括Patskin of Steaks、Geno Steaks等經典之選 以及一些為當地人所喜愛的隱藏寶藏 接下來 對於那些尋找高性價比 廚房用品的朋友來說 電馬遜正在對Joy4食品儲存容器 進行近50%的折扣促銷 這是一個不容錯過的機會 尤其是對比起Pyrex這些容器 在顧客評價中表現出色 最後 對於想要節省食品開支的朋友們 加拿大的食品救援應用 提供了一個絕佳的解決方案 通過這些應用 用戶可以以極低的價格 購買接近最佳食用日期的食品 這不僅能幫助你節省開支 還能減少食物浪費 請大家繼續收看詳細內容 在探考美食的道路上 每個城市都有它的標誌性美食 而提到肺腸 絕對少不了的就是 《肺腸知識牛排三明治》 根據BTC的報導 Jim Tappet席位自稱 《肺腸知識牛排挑戰者的美食愛好者》 分享了他心目中在這座城市 品嘗這道經典菜肴的最佳地點 從遊客長去的地方 到當地人的最愛 甚至是更高級 更美食主義的版本 關鍵在於味道要好 Tappets推薦了多個 不同版本的經典三明治 包括Pat Skinner Steaks和 General Steaks 和 General Steaks 這兩家是品嘗非常知識牛排不二之選 此外 他還建議新手去Angelo's Pizzeria試試 那裡的高品質食材和傳統知識牛排 同樣值得一試 對於尋找當地隱藏版美食的時刻 Tappets的推薦 Have Carmela稱讚其肉質切割的恰到好處 麵包也十分特別 除此之外 他還指出了一些被低估的地點 如Cowahand's Grill 和我和 Woodrow Sandwich Shop和Cowahand's Shop 以及提供獨特知識牛排版本的 Dilburn's Bakery 對於願意花大價錢享受的時刻 Tappets推薦Barclays China那裡 提供高端版本的知識牛排 最後 他還提到了 廢城外的兩個地點 Dalco Steaks和Cockadol Dandwing Steaks Steaks和Cockadol Dandwing Steaks 而在家居生活方面 Yahoo!US報導了一個 讓家庭主婦和烹飪愛好者們 心動的好消息 Amazon上一款名為 Joy Joe 主婦的24件套玻璃食物儲存容器 正在打折 原價70美元的套裝 現在僅售36美元 幾乎半價 這套包括12個容器和蓋子 有4個矩形 4個方形和4個圓形容器 容量從11-35盎司不等 這些容器由耐高溫的鋒龜玻璃製成 並配有親密的矽膠密封圈 能有效保持食物新鮮 這些玻璃容器耐熱高達140度華氏度 可在微波爐中使用去掉蓋子 也可以存放在冰箱中 這套容器有黑色、灰色或紫草色可選 價格會因顏色而異 登記M1 桑上超過900顧客的正面停價 這些容器因其功能性和質量受到好評 有顧客甚至表示 他們比Pirates的容器還要好 然而 也有顧客指出 這套容器的尺寸較小 不適合家庭大小的剩菜剩飯 在商業和法律領域 Telegraph 報導了英國最大的水務公司之一 派悟師水務公司Tamswater 及其母公司Tample的貸款方 因擔憂公司未來 而聘請了律師事務所Freshfield Sparkhouse Stair 編職和Linclators 這一舉措是因為 泰悟師水務公司努力避免 特殊管理制度的實施 這可能會導致債權人遭受巨大損失 上週的消息顯示 如果公司被國有化 一些債權人可能損失高達40% 面對現有的不確定性 這些團體爭相尋求法律建議 Y則另行為Campbell的貸款方 就融資談判提供諮詢 這些報導從美食、家居生活 到商業法律領域 不僅展示了各自領域的最新動態 也反映了當代社會的多元化和複雜性 無論是尋找美食的旅程 還是家庭日常生活的改善 亦或是商業法律領域的挑戰 每一個故事都揭示了人們 在追求美好生活中的努力和探索 在當今這個時代 節省食物開支和尋求可持續農業的實踐 變得日益重要 根據CBC的報導 加拿大的食物救援應用程序 如Farshoft وChoong4K2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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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K2 في هذه المعارض 正在帮助人們以折扣架 購買接近最佳使用日期的食物 這些應用程序與雜貨店和餐館合作 提供即將被丟棄的食物 幫助用戶大幅減少食物開支 想像一下一家普通的雜貨店 每天可能會丟棄價值500-1000加園 價值500-10000佳園的食物 而這些應用程序正是通過減少食物浪費 未來創造價值 然而當我們談論食物和農業時 不可避免的會觸及到氣候變化 和可持續性的話題 格歐版Mail報導 歐洲農民對於補貼削減 和歐盟鼓勵實施可持續實踐 以對抗氣候變化的努力感到憤怒 從保加利亞和波蘭開始的抗議活動 迅速蔓延到法國、希臘、葡萄牙 德國、義大利等國家 農民們擔心減少農藥使用和要求 大型農場流出一部分土地修耕 以恢復生物多樣性的提議 將對它們的生計構成威脅 然而農業活動對全球溫室氣體排放 貢獻了12% 轉向更可持續的實踐 率抗氣候變化的必要之舉 歐盟計劃到本世紀末 將農藥使用量削減一半 這一計劃被一些農民視為過於激進 然而通過教育和溝通 可以幫助改變農民的觀念 精準農業必用數據收集和解釋 來確定灌溉和施肥需求 減少農藥使用是農業未來的一條出路 這不僅能保護環境 還能保護環境 還能保護歐盟公民的健康 並通過保護生物多樣性 使土壤更肥沃 最終也匯集農民 對於利歇認為 終結傳統農業是解決氣候危機的 唯一途徑的人 The Global Male提供了另一種觀點 塔拉斯·格雷斯科·巴勒斯克 認為實驗室培養了蛋白質 不是解決傳統農業問題的可行方案 他主張再生農業是一種更可持續 更實用的解決方案 格雷斯科強調 小型多功能農場在養貨 全球不斷增長的人口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並指出再生農業技術可以擴大應用 以滿足全球食物需求 他警告說完全否定農業 將對那些努力實現可持續農業的小農造成傷害 並得出結論說 儘管農業存在缺陷 但它仍然是人類對於未來食物最好的希望 從這些報導中 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共同的主題 在面對氣候變化和食物安全的挑戰時 創新和可持續性是關鍵 無論是通過食物救援應用程序減少食物浪費 還是通過實施再生農業技術和精準農業實踐 來降低農業對環境的影響 這些努力都指向了一個共同的目標 為未來創造一個更加可持續和繁榮的世界 在今日快速變化的世界中 創新和健康意識正在引領著各行各業的發展趨勢 從加拿大的創業故事到澳洲的娛樂新聞 再到英國的健康研究 我們可以看到這些趨勢如何在不同領域內展現出來 The Globe and Mail報導了一個 關於Minimal Climate啟發性創業故事 Nuna是A50公司的創辦人 該公司創造了一種罐裝的卡斯卡爾飲料 這是一種由咖啡豆果殼製成的飲品 Minna的靈感來自癒她的母親如何利用咖啡植物的各個部分 包括葉子和果殼、北杵士主要從埃塞俄比亞進口咖啡 那裡是Minna已故祖父曾經的咖啡農場 這家公司的卡斯卡爾飲料現在在大多倫多地區 以及線上都有銷售 Nuna利用她的埃塞俄比亞根源 將傳統與創新結合 創造出了這款獨特的產品 在娛樂領域 Austral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報道了即將到來的白天愛美獎提名 其中包括了98歲的 Dick Van Dyke和澳大利亞演員Guy Pearson Dick Van Dyke拼起在Days of Our Lives中的客串演出而被提名 成為愛美獎歷史上年紀最大的提名者 Guy Pierce因在Neighbor's Stone的客串角色而獲提名 該劇也被提名為白天劇及系列獎 這些提名不僅展示了從業者 對於娛樂產業的持續貢獻 也凸顯了澳洲在國際娛樂舞台上的影響力 健康飲食方面 Telegraph提供了關於如何識別超加工食品 與Pits的寶貴建議 超加工食品與包括心臟病、癌症和糖藥病在內的 一系列健康問題有關 消費者被建議仔細檢查食品標籤 尋找長長的成分列表、難以理解的添加劑 以及關於添加維生素和礦物質的聲明等 紅旗警示 驚遠的是一些不明顯的超加工食品 包括盒裝早餐、穀物、乾白棒、植物、金奶、麵包 調味酸奶、瓶裝、醬料和黃油替代品等 研究人員結論指出 最好完全避免於Pits選擇未加工或最少加工的食品 這些故事不僅展示了從健康飲食到娛樂 再到創業精神的多元化趨勢 也凸顯了在當今社會中 無論是個人還是企業 都在努力尋找創新和健康的生活方式 無論是將傳統與創新結合的A510 還是在娛樂領域中持續創造歷史的藝術家 或是對抗超加工食品對健康的影響 這些故事都是當下社會進步和變遷的生動縮影 以色列的GPS系統正遭受哈馬斯在加沙 和黎巴嫩的真主黨的干擾和欺騙 據《紐約時報》報導 這一行動阻礙了無人機和其他彈道部的導航 這種GPS信號的喪失 給以色列人帶來了社會焦慮乃至危險 救護車迷失方向、食物配送受阻 此外會議被迫取消人們面臨潛在的危險 自2008年Google Maps信用推出以來 GPS扫行已成為現代人依賴的標準和可靠方法 文章指出GPS系統的中斷 讓許多人感到無助和對這種情況的尷尬享受 謝謝您的收看 上面播報的內容是六度團隊推薦的 全球專業媒體智庫、政府機構和行業專家的 最新報導、分析簡報 更詳細的內容請大家去這些媒體智庫的網站閱讀 這些內容並不一定反映六度簡報的立場 也不能作為任何決策的建議 六度團隊由專業媒體人、學者、科學家 組成的獨立新型媒體 大家可以根據自己的專業要求 訂閱各種簡報 網址是6 Star Briefed 湯明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過電郵收到六度簡報 大家看看 你 講 每個 館